After the defeat,在失败战败之后,这个将军就被夺走了他的post职位 was relieved of his post 所以这里出现一个非常美雅的词组,了解即可 所以呢,说电脑也能啊,把工人和会计的什么东西给带走啊 无聊的工作给带走了 于是同学们,自然你知道道等于monotonous无聊的 那我估计你猜,这个词肯定跟无聊很接近 那请问什么叫repeat,很好重复,这个就是形容词跟我去叫repetitive 再来一遍repetitive,什么意思啊,重复性的 重复性的工作怎么说,repetitive work 重复性的任务呢,repetitive task 那这个词名词你肯定也见过叫clerk,什么意思啊 办公室中的职员,所以这个词形容词一起来clerical 再来一遍clerical,办公室职员都干嘛 歇歇心啊,打印点东西啊 所以当职员的文书的,所以这就是一些 烦躁无聊的文书工作 什么叫文书工作啊,说白就不是实在 哎呀,那个老板让我把这信抄两遍 以前很繁重很无聊,真是得抄啊 现在不用,电脑里打在一复制,去十份一百份都出来了 以前,哎,像比如说这个东西,没有电脑的时候 像刘老师要,比如说给大家发个片子,没有,只能往黑板抄 现在电脑了,对吧,一个PPT,哎,全有了 这就把这些无聊的重复性的repetitive和文书性的工作 clerical work给取代了 All these computer users have become commonplace 而这些这样用就变得非常的,一起来,commonplace 哎,跟common是同一词 注意它是个形容词,虽然是一place结尾 直译到处都是,commonplace,普遍的地方 完全等于everywhere,跟common也比较相似 当然这个词裂带贬义,我这么翻译 叫平庸无奇的常用贬义,或者很平常,平庸无奇 比如举个例子,龙虾的东西在咱们这很高贵,一个都好几百上千 在澳大利亚,lobsters are commonplace in Australia 在澳大利亚就是一个普通的地儿 就是家常便饭,很平衡的一个东西,劣带贬义,很不足为奇 五块钱十个,背着完了最后不想吃老死的人龙虾 这个意思,比如在咱们在韩国,一片牛肉都好几百的卖 在中国牛肉很便宜,就可以说beef is commonplace in China but it's very,比如说feet time is very expensive it's very rare,很难见到罕见 you can hardly see beef in Korea 在韩国很少能看到牛肉,根本别说亲自去尝一尝了 这些东西呢,再举个例子 thefts,偷窃, are commonplace in this part of town 在这个城市这一部分,这个犯罪这事可平衡无奇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经常出现犯罪 所以同学们,如果知道这儿的话,这句话是不是就明白呢 所以这些电脑,现在become very common, become commonplace 意思差不多,直播commonplace,略微,常用作贬义,知道就可以了 好了,接着我们来看文章的最后 在文章最后,其实语言并不是很难 但出现两大剧情,我们要一起来复习 Of course, I will be, Leon Bagret would not possibly have forese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他不可能预解这个互联网的发展 the worldwide system that enables us to communicate instantly with anyone in any part of the world by using computer link to telephone networks 通过用于电脑 对吧,什么样的电脑呢 link叫连接 大家看,加了一G,又在名词后面,又是一个定义数据缩习 我们叫非语动作定义,非语动作定义 完全可以这样说,computers which are linked to 被连接到了电话网络上的一个电脑 nor could he have foreseen 他也不能预见how we use the internet to obtain information 是我们怎样用能电脑去获得信息 on every known subject,在每一个话题上 那么关键这一块,为什么用一般疑问器 不知道谁还能想起啊 记住,这就是倒装了,是高二的语法 特别简单 倒装的原则就是 如果我们一般句子中否定词都是在 你看,句子的中间的 一旦你为了强调 可以把本句中的否定词 比如not,little,hardly 什么叫否定词 除了你写反应文句,前可后否 哪些算否定词,这些算否定词 把它提前,提到句子的最开头 然后本句剩下的部分 变一般疑问句就可以了 比如我说 I have never seen the movie 或者行,我到现在为止 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电影 那于是为了强调 从来我都没想看见过 那于是第一步 把never提前 never好,接下来剩下的部分 你会变一般疑问句吗 怎么变 have I seen this movie 结束 这就是强调 还是陈述句 不要打问号 那么这是一种道庄 只要你在高口中看到否定句 首先还成正常语句 再把它变成一般译句 就可以解题了 and the not only I 不仅to stay home but he was also forbidden to meet his family 好像的意思是 他不仅被强迫待在家 而且not only but also 也被迫禁止去见他的家人 很好 首先not开头了 这就是否定词 我们不要把本句 变成一般疑问句 所以像A 陈述句的选项 B 陈述的形式就不能选 那么本来陈述句是 he was forced to stay 没问题吧 因为not only提前了 以前你会这样说 he was not only forced 但现在提前的话 要怎么说呀 was he forced to stay 所以是不是答案就是4D呢 按照这个思路 我希望大家暂停一下 你给你30秒 或者一分钟 你20秒一大 把好门三到底做出完 而且还要保证正确 好 不知道大家做完了吗 那我们先来看 首先能盗装 必须是否定词开头 三个都是否定词 第二步 never before 我在叫之前 怎么呀 从来都没有遇到 如此严重的一个局势 于是我都不知道 很茫然啊 be at love 该去做什么了 never before 首先大家要告诉我 before叫之前 应该有什么事 现在完成时 是从过去到今天为止 I have never seen this movie never以前 have I seen this movie have I met such a serious situation 你注意 你是倒着说话的倒装 但是该什么事 还是什么事 以前过去时 不能倒过来 已须一遍 就别能先耐舍 就是不行 以前完成时 倒着说也是完成时 little about his own health though he was badly ill 尽管他病得很重 但是他根本就不关心 他自己的健康 首先little提前 我们是不是也得用 一般一般句啊 所以陈述句的形式 你可以完全无视掉 接下来看时代 he was ill 所以答案是不是RB啊 那么当然如果 你要是陈述句 怎么说 he cared little about his own health though he was badly ill 来看最后一句 sell them to see his parents although he lives so close to them 尽管他住的 跟他父母很近 但他很少去看他们 首先第一步 我们可以把陈述句删掉了 陈述句删掉 第二步 看哪个时代对呢 由于是leaves 所以这题就得选4D了吧 不知道这次到底 如果你选对了 我们就可以往下走了 nor could he have foreseen 把它还原 he could not have foreseen 他也之前不可能遇见 how we could use the internet to obtain information on every known subject so we can read it on the screen in our homes and even print it as well if we want to computers have become smaller and smaller 电脑变得越来越小 more and more powerful and cheaper and cheaper 变得越来有力量 并且变得越来便宜 this is what makes Leo Bagri's predictions particularly remarkable 而这就是 让他的预测 非常精彩之处了 那于是乎 看了有人张是怎么结尾的 你要模仿啊 以后有个好的开头 也有好结尾 好的开头 我当时没有提示你 其实大家知道 他的开头 咱们就可以看一眼 对吧 好 我们来一起来看 他的开头 有什么精彩之处 好 那么同学们 看 who could have imagined by the end of something computers would be 大家可能都没有看出 这是虚拟器 而且在问句 这就是虚拟器的使用 那么同学们 而这篇文章结尾 好就好赞 也使用了虚拟器 用虚拟器开篇 或者用虚拟器结尾 是写字中重要的技能 上来比如我就写 我去年去国外 遇到一件事情 受到人帮助 我不是这样写 我来个虚拟器 如果换个人 如果是你一个人在国外 谁也不认识 当你了 你会怎么办呢 这件事就发生在 我们老师的身上 那同学们 同样的道理 来看他的文章结束 如果用虚拟器的话 是不是显得 又跟做读者交流了一下 而且呢 说我又非常自然呢 If he or someone like him 如果是他 或者像别人 What are life today 今天暂时还活着的话 he might be able to tell us what to expect in the next 50 years 可能他还能预测50年之后的东西了 一个很幽默的小结尾 最后我们来复习心理器 非常简单 我要先问问大家吧 心理器 Eats和Wale 它的实态 跟直撑仪器不一样 都是虚假的 如果对现在谁能想起了吗 把Eats中的Do变成D的 而主角的Wale就要变成Wood的Do 或者你可以用Cood的Do 也可以用Might的Do 以及Shood的Do 它们的意思都是一样的 它们叫做对现在的虚拟 如果我是你 我现在就离开 If I were you I would live now I could live now I might live now 以及I should live now 四个词的意思 都是会的意思 注意在虚拟器中没有Ware 都被Ware代替 那么但是虚拟器也有过去时 除了对现在的虚拟 对过去的虚拟 一定记住从去的D的再退一步 变成过去完整时Head done 而主角的Wood的也好 Cood的也好 Might也好 Shood的也好 后面Head加个Head done 就是情态动词的完成时了 那么于是如果昨天来了 我就能昨天看到它 明显都是虚拟器的过去时 你昨天没来 你昨天也没干的它 假设一下 If I had come yesterday I would have seen him I could have seen him I might have seen him I should have seen him 按照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来看三个句子 来复习一下 都是高考真题 我们体会体会 首先 If she had worked harder she 首先通过前半句 看出虚拟器 为什么 过去完成时吧 是对现在的假设 而过去的假设呢 过去的要这样翻译 如果在之前 要是能努力工作一点 因为之前努力了吗 没有 所以孩子弹用虚拟器 那在之前就能取得成功吧 看这公式 还用想吗 应该自己背下来了 加have done吧 选什么 是不是四弟啊 she would have succeeded 他之前就能取得成功了 那么来看第二个 大米怎么样 给你后半句完整了 If you had been more careful 对现在的虚拟 对过去的虚拟啊 对过去吧 如果你之前能更小心一点 那么怎么样 the rice 大米就不会烧着了 那我觉得只能选have done 所以答案是say吧 the rice wouldn't have been burned would have done 之前就不会被烧着了 来看接下来 那么同学们 这回两个都挖空怎么办 那我怎么判对现在而过去 那只能看时间状语 last Saturday了 如果的律师上周六到这儿 他就能阻止我离开了 首先上周六 整个句子都是过去时了 如果的律师 所以这海的蛋 你就只能从A和B里选 后面只能想would have done 所以你只能打A了吧 所以试一试呗 如果我的律师之前 上周六就在这儿 他之前就能阻止我了 但是上周六在吗 不在也就没阻止我 那么同学们 这样的话 再读读这篇文章 最后一句体会体会 是不是更好感觉呢 对什么虚拟呢 对现在的虚拟 deed 当然deed在那儿了 对吧 和would might could should do 如果为什么对现在的虚拟呢 因为是今天 对今天的假设 如果他或者像他这样的人 今天还活着 他现在就能 he might be able to he might be capable of doing tell us what to expect what to look forward to in the next 50 years 本篇文章非常简单 但是有两个重点的语法 希望大家一定弄清楚 如果还不清楚 非常简单 就找找虚拟器的语法题 自己来做一做 你会有更多的收获 好了 那么同学们 今天的课我们就到这里 下次课我们还收到习惯 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再见